朋友们好,在两三个小时以前,我发了一期视频 上面提到了我们加拿大对乌克兰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提到了加拿大直接向乌克兰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财务援助 然后呢,就是给了大量的军火 对加拿大来说,也是相当多的 因为加拿大本身的军备就不多,武器就不多,弹药也不是很多 然后又承诺给乌克兰帮助他们出口他们的粮食 同时呢,又大量接待了乌克兰的难民 给他们每个人,不管男女老少吧 给差不多三五千家园的安家费 一家如果有三口人,也是超过一万家园了 就是差不多,基本上半年的生活费就差不多够了 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可能会是一些慈善组织提供的免费的居住 甚至还有大量的慈善组织,包括他们乌克兰社区提供免费的食物 他们找工作也会相当的容易 有社区,各个方面,他们本身的社区,有其他社区,有本地的主流媒体 主流的社会,都给他们提供很多的协助 所以他们在加拿大会生活得非常的滋润的 我说了这么多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呢,我遗漏了一点就是 加拿大对这个犯罪者,就是罪犯,俄罗斯他的惩罚 就是加拿大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制裁嘛 这个制裁其实从2014年就开始了,朋友们都知道 2014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俄罗斯通病克里米亚 俄罗斯又侵占 洞巴斯地区差不多50%的土地 从那个时候,乌克兰就跟北约 以及七大工业国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一起 大家抱团制裁俄罗斯 但是最大的制裁呢,就是发生在2022年2月24日之后的 当然了,加拿大也是跟着美国嘛 美国大表哥说 这么制裁,他就那么制裁 他一步都不落 同时呢,也跟着其他的一些工业国呀,等等的 有实力的,能够制裁俄罗斯的 他就是这么制裁 当然了,他自己有些方面也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比方说,他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通过了一项法律 这个法律啊,就是规定 可以没收俄罗斯寡徒们的私人财产 然后呢,把它变卖 卖了之后,把这个钱呢,就给乌克兰政府 让乌克兰政府呢,就是给他们的政府雇员发工资 给军人给军饷,然后买一些战略物资 买一些人道主义物资等等等等吧 而且呢,他这个法律还是个长口的 就是开口的 不是这个闭口的,不停地往里头可以加人 他几乎每月都加那么几个人 所以把这些寡徒们也制裁的是心惊肉跳呀 另外,他这个法律的意义在哪呢? 就是这个法律也给其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宝样 紧接着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的很多的国家 可能都会这么做,而且有些呢,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如果全世界真正有钱的那些国家 甚至包括阿联酋在内吧 如果都跟上去的话,然后呢,就是 把那个俄罗斯寡头们,就是俄罗斯富人 和俄罗斯政府的 各种各样的资产全部给抢过来 然后自己留下一点 因为他这个没收这个过程中 他要发生一些成本嘛 你派人去执法,工资你总得付吧 所以呢,他自己也可以落点 然后呢,大部分呢,交给乌克兰政府 让乌克兰政府呢,就是进行战后存建 或者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 如果俄罗斯政府导台,成立了民主政府 那咱们就再商量,再说,看怎么个做法 但是在现有的,我们看见的这个现状情况下 那俄罗斯政府海外的资产就别想要了 而他们的海外资产又是相当相当庞大的 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